他跟我說他那邊在開地瓜球店 非常適合我們頻道過去吃吃看 30分就被到達我們是地瓜球單位 水車台北轉運站 北一門台鐵怎麼這麼多 現在4分多鐘 想要把BeeBee高死 是不是有這麼容易的 很酥很酥耶 它一顆的大小大概比50塊硬幣 再大個1.5倍左右 我跟你們說它就是我理想弄的地瓜球 往外再下去 喔好 有有有有有有有感覺了 但其實不簡單 看老闆娘用感覺很簡單 看自己用起來覺得很可怕 有吃一吃就給過 哈囉我是BeeBee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我最近啊就收到一封信 他跟我說他那邊在開地瓜球店 非常適合我們頻道過去吃吃看 因為他說地瓜球小費的竟然只要25 我覺得在台北來說 25算是一個非常評價的價格 那我就過去吃吃看 可是我也因為是粉絲就亂評了 我還是會講出我真實感受這樣子 然後除了今天的地瓜球之外呢 還有一個驚喜企劃 但是我都是原本的企劃內容 好緊張喔 南部人挑戰北車地下迷宮 30分鐘可以到達粉絲地瓜球三位 死定 我北車從來沒有自己認真走過 而且它是地下街耶 我地下街每次都在迷路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Y11跟Y9嗎 後面是Y9 你要從Y11還Y9下去了 我可以導航嗎 現在不行 我只知道地瓜球在北車而已 瘋了 5分鐘後可以開東西是不是 20分鐘後也可以開東西 對對對 就是怕你找不到 完蛋了 南部人的烈士 死定 這邊看到是 開封街1段2-23號 我現在開始倒數計時了 30分鐘 開始 好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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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Y11 我結果看這個 好像也沒什麼用耶 它真的沒有險去哪裡 瘋了 我剛剛在太原路就對了 然後那邊往市民大道 欸 那邊往北車 捷運北車 應該是吧 我可以先用卡給我北車 好 OK OK 反正它就是在北車附近嘛 繞著北車就對了 北車 台北轉運站 北一門 台天 怎麼這麼多 那個地圖可以看嗎 可以啊 好 那我要去改一下地圖 不過好像提示時間也到了 好 那不然我先看提示好了 提示時間是來自天龍人的善意 哈哈 笑死 真的有這種地圖 看起來是有點負窄耶 怎麼會這樣 我們剛剛是從Y11下來 喔 我有點喘 這邊Y11 然後我現在在拿 怎麼可能沒有開空間 看前面那個大地鐵 它有一個地圖 在這裡 這邊是Z區 然後我的Y4 那我要先去M區 M區在那裡 現在是22分鐘 22分鐘 30幾秒 它怎麼到 怎麼到R區了 你那邊上去就是 台北車站的平面 千萬不能上去 謝謝台北人的善意 謝謝謝謝 我剛剛明明就到這M區走 為什麼會到R區呢 喔 有有有有有 M區 M區 然後 Z區 Z區 M8 這邊 M8 Z區 現在應該往前就可以看到M3區 但是為什麼我跑來這裡之後 就什麼都沒有了 怎麼又是台北地下街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M4 又是Y4 你走下去之後就很難走出來了 我只能意識到這裡 我是不會走下去的 16分鐘 跳15了 台北人是不是從小就訓練了 各種走迷宮之類 對 好 反正我現在就是全心全意的 經過K區 到達Z區 直接切西瓜 這就是我的策略 為什麼我還要穿M3 我跟你說 陳平也是另外一個迷宮的路口 我勸你不要下神經 喔 那我該怎麼辦 進啊 我要進 還沒還沒 還有多久 還有2分多鐘 看前面好像有Z的指標 真的嗎 喔 我有Z 謝謝台北人大恩大德 你確定你要走到站前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確定你要走到站前 我可以開的吧 10分了 10分了 我拿到我的鼎龍尿季二了 走到一龍室外開Google地圖 去死啦 啊 我剛不去室外 你叫我不要去 你看 台北人 台北人 就是一句話 噁天 太過分了 虧我剛剛還一直 躲下我的工作人員 我現在誰都不信 誰都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我看到台北車站 所以你直接搜索今天 你不會走就好 路線走路5分鐘 香 你剩多久啊 我看一下 還剩7公斤 好 沒想到這個地瓜球 要這麼費勁才吃得到 我要死了 好 我要穿越沒有紅綠燈的馬路 要很小心 看車喔 OK OK 好 走 看不動就好 謝謝 啊 台北人真好 讓我先過 40分多鐘 我贏定了 想要把Vivi高死 是不是沒有這麼容易的 經典地瓜球在哪裡 啊 啊 終於到了 我還剩下3分鐘 那算是挑戰成功吧 這算是成功 我怪我累死了 沒關係 辛苦之後吃的地瓜球最好吃 沒有看那一塊 我不是跟你說 前面我們工作人員有準備進行企劃嗎 我覺得我需要先給你們一份 謝謝 我口汗 謝謝 等一下這樣會更熱 謝謝粉絲 好 我現在已經拿到了他們的地瓜球 欸 我很驚訝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價位 你看他有分大中小三個尺寸 然後最小的這一包 它是25的 你看你這樣子 這麼大包 然後你們看這個中包跟大包 這個中包這樣子 只要35 然後大包這樣 整個滿出來 只要55 剛剛其實我在 就是請老闆娘準備的時候 有看到有很多客人過來這邊點 老闆娘一次都不會騎很多 他不會騎過很多 在這邊備用 他會人家來之後才炸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新鮮 這點很不錯 它的口味有分三種 椒鹽 一個是眉粉 一個是原味 如果現在有點脫妝 大家請見諒 因為畢竟我剛跑了30分鐘 就是脫妝是非常 正常的 我覺得我應該要先吃原味的 擦下去之後 很酥很酥耶 它一顆的大小大概比50塊硬幣 再大個1.5倍左右 我跟你們說 它就是我理想中的地瓜熟 它是酥的 它皮是有後勁的 然後它那個後呢 裡面又有一層小小的 地瓜還沒完全撐完那個皮 是Q的 然後那個甜味 其實主要都是來自裡面那個Q的那個表層 然後外面那層酥的呢 就是來自後面那個口感 台灣地瓜球就是應該要長這樣 我老闆娘有跟我說 他說它地瓜球其實不會每顆都要那麼大顆 才會有一些壓小點 這樣子吃來吃去可以吃到三種口感 很不錯 有挖寶的感覺 那現在我要來吃第二個口味 我想要先吃甜的耶 來吃眉粉口味好了 我要先鵝肉一下 不是因為這是粉絲開的店喔 我也沒有收人家的錢 人家自己要我來的 我覺得它的粉撒得非常的剛好 就是每一顆上面都有嚼 可是呢 它又不會很厚 就會讓我覺得啊 我吃到後面啊 後面那一層地瓜球的香 跟它撒的那個美粉的甜 還有椒鹽的鹹 不會有衝突 這個是粉撒好的證明 而且它這個地瓜球 我覺得可以算是我心中 地瓜球那種平均值點半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請那種外國朋友來吃地瓜球 然後你不知道哪一間 會不會丟到台灣人的臉的話 可以選這間 這間是OK的 品質會保證的 好 現在呢 我要來探究老闆娘的地瓜球的秘密 因為我剛剛真的覺得吃起來很特別 然後我想說 既然老闆娘她說 她的東西是真材實藥的話 我就來看一下她到底是怎麼做的 好 老闆娘 你現在是要把地瓜拿出來嗎 現在剛好要做原料 欸 你們真的是直接拿真的 全部都蒸的地瓜去做原料 我們是用台濃66號紅的地瓜 哦 所以香氣會比較提供 還在冒熱氣 哦 好香 有 那個香氣有起來 等一下會先把它弄成泥 然後泥完之後會再加粉類 哦 了解了解 然後之後才會變成一顆一顆的地瓜球 那它攪拌攪拌完之後 我就會變成這樣子 哦 哦 然後會在之前 好 我現在要來我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試鴨地瓜球 那我先炸一次給你看看 好 OK OK 你可以先幫我拿原料嗎 好 我會先放一兩顆 嗯 先確認一下油溫的狀況 哦 了解 那我覺得油溫狀況OK的話 我就會像我那樣一樣 哦 好 然後因為它 我現在是大火在炸 然後它現在就是鍋子很熱 所以必須要一直去翻滾它 讓它就是每一個麵都可以脆脆 哦 了解 對 這樣才不會不均勻 然後這個其實很多因素都會影響 比如說天氣的氣溫 然後油溫跟原料的就是狀況 這個真的是只能就是用看的 嗯 代表說每一包地瓜球都是老闆娘很用心炸的 哦 現在要到壓壓的環節了嗎 會先輕輕壓一下 現在是讓它先就是有一點油開始慢慢滲透了進去 嗯 然後它後面會再慢慢慢慢壓一壓 我要起鍋囉 好 啊 啊 地瓜球的誕生 然後起鍋之後我會這樣 嗯 所以有風 哦 了解 冷卻一下 對 它的外圖會有風 我這樣出來的時候 嗯 它是有大小顆的 那我的原料的大小其實是 嗯 是一樣的 因為我是用機器切的 嗯 所以其實它的大小顆 是我就是故意保留的口感 哎呦 這樣子攤開之後 不是一包其實看的很明顯 就是有些大有些小 這樣子 口感就會比較不一樣 對 我基本上我就是中和北客人 了解了解 感謝 Bivino一日地瓜球體驗正式起航 哦 有哦有哦 穿上去有一種日本食人的感覺 天啊 我的工作人員講話真是太甜了 OK 開始做了 哦 火開 開始打開有點緊張 對對對 我是要先試拿一下這個 可以啊 哦 每一段這根的話就是一直 我就是要在裡面一直拉這樣子 對對對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可以的 好 我剛剛看老闆娘很專業 他是這樣 丟就丟一個下去 倒是 啊 我做不到 我也是丟丟三顆 可以 沒關係 可以選下了 可以選下了 好 那我就小心的把它全部弄下去 我很怕我噴到旁邊的老闆娘 不會啦 沒關係 好 好 哦 好 它下去了 成功放下去 這個好好玩哦 這讓我想到我們那時候做草莓果醬的時候 但這感覺變草莓果醬更難一點 你再幫我放個其妙妙的 好的好的 哦 往外再下去 哦 好 然後壓 好 然後就起來起來 不要讓它直接摸得太久 哦 了解了解 它就會飄飄 哦 所以第一下其實壓輕輕的這樣子 那你接下來就從這個的東西 就是三到五 三到五 好 把它壓大 好 哎唷 第一次感覺就有比較大了 然後趕快離開了 哦 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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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了 哎 其實不簡單 看老闆娘用感覺很簡單 看自己用起來覺得很可怕 又覺得超漂亮 好 這樣子 因為它已經慢慢起鍋了 好 嗯 然後老闆娘會 嗯 哎 有耶有耶 好開心哦 因為它剛剛一個開始 好像超手忙腳亂 我覺得第一次這樣已經做得很好了 很開心 謝謝 他平常這樣一邊跟客人talking 然後一邊還要結帳 然後一邊還要做這個地瓜球 真的太強了 哎 其實我覺得平常很可愛啊 你們看 很成功吧 哇 哇 我覺得很成功 Vivino 地瓜球 很酥 我成功了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跟老闆娘還是有點差異 差異差在老闆娘的那個皮啊 可以更酥 厚度再更適中一點 但是 它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八成成功的地瓜球 我為我感到很驕傲 第一次挑戰地瓜球成功 我現在想要來採訪一下老闆娘兼小粉絲 就是老闆娘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說要寄信過來給我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看就是CP值的頻道 那看完以後就覺得我的東西就是還蠻符合你們就是你們的助體 而且其實我對我自己的東西也蠻有自信的 因為其實我開頻道到現在啊 就是可能會有觀眾講說 欸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東西 但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正式寄信來給我的 那我今天就想說 欸難得有粉絲竟然直接寄信來給我 而且還說有看我們的影片 就直接來找老闆娘這樣子 果然最大也沒有失望 那我想問 因為你們的地瓜球就是我剛剛吃是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可能忘記的時候有時候也要排隊 那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可能訂購的方式之類的 訂購的方式我們現在在浮片島上面有開 或者是在就是搜尋台北車站地瓜球 其實我有放我那個官方的Light App在上面 接著呢就是我其實有看到 你們的地瓜球是有上過日本的雜誌嗎 對是日本的雜誌 哦 因為其實那個日本雜誌是一對夫婦 日本夫婦他們現在住在台灣 然後他們就是會去發掘很多台灣的好東西 就是登上日本雜誌讓就是日本人就是知道 那我想到鳳梨酥這種東西 日本好像都很喜歡我們這種小東西啊小零食這樣子 好那最後就是我想問就是平常 因為你開店應該也開一陣子了 那你開店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 可能有什麼職業秘辛可以分享 或者是你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職業秘辛就是這裡真的很熱 有趣的事情是像我的椒鹽口味 我剛開始其實是沒有椒鹽口味的 我是只有原味跟美肥 然後後來某一個月大概有將近十組的客人 就是經過的時候就問我說有沒有椒鹽口味 我就想說椒鹽到底是多好吃 也太多人在問了 然後試完以後我就覺得嗯 這個神奇的味道就是 久了之後它就鹹甜鹹甜會上癮 那如果剛剛提到的感動的事情呢 是因為我有Light App嘛 然後就有學生就是他們就傳訊息跟我講說 他覺得他每次壓力很大考試考得夠好的時候 他吃一包他就覺得就是放鬆就是有被療癒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就很值得 而且其實像我的價格是25355 在還有就是微薄利潤的狀況之下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無負擔的享受就是小吃 所以等於說地瓜球就是可能變成這附近學生一個小小的小確幸 那想問伯娘在就是你低管球今天賣很便宜的價格之下 你有辦法再給我們的觀眾一些專屬的優惠嗎 如果同樣你也是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出示你的訂閱的追蹤畫面 我們就跟Vivi一樣享有就是中包優惠的折扣 就是30元然後一個月 喔謝謝老闆娘 但是一定要來現場 我太高興了老闆娘真的超佛 謝謝伯娘的招待 我今天非常的開心 謝謝 結束了 真是太辛苦了 今天整天下來都好累 這次來這邊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就是除了吃到CP值很高的東西以外 還有聽到老闆娘分享的那個日本人 還有學生的故事 我就聽了其實蠻感動的 台灣CP值高的小吃帶出當地的人情味的感覺 真的是很符合台灣小吃的名號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這間金免地瓜車的話 記得帶著我們頻道的訂閱畫面 這樣的話呢 中包11克的地瓜球就會有5塊錢的優惠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但如果你很想知道更多優惠資訊 也可以去搜尋CPOK.TW 這次文章啊 我都會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也歡迎大家支持我的粉絲們 來這邊吃吃看我粉絲做的地瓜球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欸不是啊 北車很金幣輝煌耶 就是很涼 有冷氣 在逛百貨公司 對啊 我好像某種金地之蛙 我剛剛想像中的畫面是那種 就是有點像地下刀那種感覺 為什麼這麼金幣輝煌